属灵人卷九魂的分析并意志第一章信徒的意志拟妥生 人的意志就是人出主张的机关 我们人的愿意不愿意 要不要定规不定规都是我们意志的作用 人的意志就是人的堕 一只船是如何随着堕而左右的 一个人也是如何随着意志而进退的 人的意志可说是人的真我 人的自己 因为意志就是代表人 意志所有的行为就是这个人的行动 当我们说我愿意的时候 其实不过是我们的意志愿意 当我们说我要我定规的时候 不过是我们的意志要意志定规而已 这个意志的作为就是发表我们 这一部分 许多的人有一个错误 以为宗教 雇用这两字 不过是一个情感的问题 不过使人的情感得着安慰和快乐而已 还有许多的人却以为宗教应当于理智 心思相和 不宜过度偏于情感 唯有理智的宗教是可信的 岂知真实的宗教 远不在乎情感和理智 乃是要人在灵里得着生命 并且要带领人的意志 降服于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所有的经历 并没有叫我们达到 我们愿意接受神全部的旨意 就我们所有的经历 不过是非常浅薄的 信徒属灵的生活 如果不是在意志里有相当的表示 就有什么用处呢 因为代表人的自我的意志 还是依然雇我的 真实的救法是救人的意志的 凡不够深入以救人的意志的 都是虚空的 一切美妙的感觉 清楚的思想 不过在乎外面的 因为人可以因信神而得着快乐 安慰和平安 也可以明白神的奥秘 有许多高级的知识 然而 其人与神仍然是没有极深的联合的 除了意志的联合之外 世上并再没有其他的联合了 所以在信徒得着生命之后 他所当注意的 除了他的直觉之外 就是他的意志了 自由的意志 论到人和人的意志 我们应当紧紧地记得 我们人是自由意志的 这意思就是人是自主的 人自己是有他独立的意志的 凡没有得着他赞成的 都不能勉强他 凡他所反对的 也不能压迫他 人是自由意志的 意思就是人是有主张的 人并非一种机械 任凭外人的左右 人所有的举动 都是人自己做主的 在人里面有一个意志 这个意志支配人内外的事情 人并非如机械之授 外来能力的管理 在人里面有他的原则 定归他的举动 这是神创造人的情形 神所造的是一个人 并非一个机器 神对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二十六至十七 在此我们只看见神的吩咐 其中有劝告 有禁止 但是并没有强制 亚当如果肯听 不吃 乃是亚当如此愿意 亚当如果不听 要吃 神也没有法子制止 这就是自由意志 神是将吃与不吃的责任 放在人的身上 随着人自由意志去拣选 神并没有造出一个 不会犯罪 不会背逆 不会偷食的亚当 因为那样 就叫人变做机械 神可以劝告 可以禁止 可以吩咐 但是肯听与否 责任还在人 因着爱心的缘故 神不能不预先吩咐 但因着公义的缘故 神不肯勉强人去做他所不愿意做的 人如果要顺服神 必须使他自己乐意 神不愿意勉强 神可以用许多的方法使人愿意 但是 在人为首肯之前 神是不勉强的 这是一个最紧要的原则 因为 等一下我们就要看见 神的工作都是不违背这个原则的 邪灵的工作则不然 因此 我们能够分别什么是出乎神 什么不是 堕落与拯救 但是 人类堕落了 这一个堕落 教人的自由意志受了极大的损失 当日的宇宙中 可说有两个相反的大意志 一方面是神圣节美好的旨意 另一方面是撒旦污秽反抗的旨意 在这两个旨意的中间 有人单独 独立 自由的意志 当人听从魔鬼的话而违背神时 就好像 一个永远的否答应神的旨意 一个永远的是答应魔鬼的旨意 因为人是用他自己的意志 拣选魔鬼的旨意 因此 从人堕落之后 人的意志就做魔鬼的奴隶了 他所有一切的举动 都是浮在魔鬼旨意之下 当他还未推翻起初的降伏之先 他的意志总是受魔鬼的压制的 在人堕落的地位和情形中 人是完全属乎肉体的 这个肉体是几乎败坏的 因此 人的意志和人其他的机关一样的 受肉体的支配 在这样黑暗的光景中 人的意志所发出来的一切 没有一件是蒙神喜悦的 就是人要来寻求神 他的活动也不过都是在肉体的境界中 没有一点属灵的价值 他在这样的时候 也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 用许多的法子来侍奉神 但是 这些不过是肆意崇拜 西二二十三 为神所不悦纳的 我们应当知道 人如果没有接受神的新生命 而在这新生命里侍奉神 就无论他如何侍奉神 都不过是肉体的作为 这个时候 就是有意为着神做功 为着神受苦 也都是虚空的 人如果未得救 就意志虽然是向上的 向善的 向神的 也是没有用处 因为在神看来 并非人的堕落意志 如何为他做功 乃是他自己如何要人为他做功 人可以发起 可以筹备许多美好的事工 以为这是侍奉神 但是 如果这些事不是神所创始的 所做的 就不过是崇拜自己的意志而已 就是在得救的事上也是这样的 当人在肉体之内时 他就是要得救 要得着永生 那个意志 也是神所不喜悦的 凡接受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约一十二至十三 人自己的意思就是 要得救 也不会使自己得救 要得救的意思 必须从神生出来才可以 现今的信徒 大概都是以为人 如果有意得救 要寻求生命的道 定规要做基督的好门徒 乃是再好没有的事 但是神却对我们说 在重生的事 和一切与神发生关系的事上 仁义是没有用处的 神的儿女中 有许多不明白 到底为什么神在约翰一章 是这样对我们说人意志的 没有用处 却在启示录对我们说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 二二十七 那里好像又是将人得救的事 完全叫人自己的意志负责 并且 主耶稣在约翰五章说 犹太人不得救的缘故 是因他们不肯到他那里的生命 四十 这又是将人的沉沦 叫人自己的意志负责 难道是圣经相反吗 这样不同的论调 到底有什么用意呢 我们如果明白这里的意思 就叫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中 明白神所要求于我们的 我们记得神的旨意是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比后三九 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提前二四 所以 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乎 神要谁得救 要谁沉沦 因为这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是 罪人对待神旨意的态度如何 如果是因着 自己天然是倾向宗教的 天然是厌恶世界的 或者因着遗传 环境和家庭的缘故 便定规要做一个基督徒 他要看见他远离神的生命 和别的罪人是一样的 如果是因着受了一时的刺激 和热闹的感动 便定规 立志 拣选要做一个基督徒 也是无用的 人如何对待神的旨意 是一切的问题 神爱他们 他们肯否受爱 基督要他们来 他们愿来否 圣灵要赐他们生命 他们愿否得生 他们的意志 在神的旨意里 是有用处的 现在就是问他们的意志 要如何地对待神的旨意 我们看见这里的分别吗 人如果就是自己 把自己当个发起人 来追求救恩 他要依旧沉沦 世上许多的宗教家 就是这一类的人 如果人在听见福音的时候 肯接受神所要给他的 就可以得救 一是以自己为发源地 一是处在被动的地位 一是自己发主意 一是神发主意 人接受神的旨意 所以 此二者并没有反对 并且教训我们 以一个最要紧的功课 约翰一章 是说到人自己出主意 约翰五章和启示录 二十二章 都是说人接受神的旨意 所以 我们看见不肯 愿意这样被动的字眼 不是目的的问题 乃是这目的 是从那里来的 神就是在这里指教说 像得救这样的大事 这样的美事 如果不过是出乎自己的 就也得不着神的喜悦 是可弃绝的了 我们如果要在我们的灵命上进步 我们必须明白 当我们得救时 神对付我们的一切原则 因为这些当初的原则 都是对我们说 将来当我们得救时 神对付我们的一切原则 因为这些当初的原则 都是对我们说 将来我们属灵的生命 是应当照什么原则而活的 在这里就是最大的一个 不是我们肉体的意思 在神面前有什么价值的 凡一切出乎我们的 就是从我们的旧造理出来的 没有一件事能蒙神悦纳的 旧事所追求的是美好 重大如得救的事 依然是神所拒绝的 我们应当时刻记得 神所顾念的并非美事坏事 大事小事的分别 神只看到底这件事是从那里来的 是不是他自己所发起的 所做的 在我们得救的时候 就不是因我们要得救才得救 乃是神这样的要 因此 在我们的一生中 我们应当看见 除了神借着我们做的功之外 其他所有的活动 无论美好到什么地位 都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如果我们不在 这得救头一步的功夫上 学习我们生活的原则 就以后我们还要有无穷的失败 在另一方面 照着人的景况而说 当人还为罪人的时候 他的意志是背叛神的 所以 除了要把一个新生命给人之外 这个 我们从前说过了 神就是带领人归于他 我们已经说过 人的意志就是人的自己 就是人的结晶品 照样 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自己 神的真生命 所以 神要带领人归于他 不过就是说 神要带领人的意志 归于他自己的旨意而已 这自然是信徒一生的功夫 所应当履行的 但是 在救恩的头一步 神就是向着这个而动工 因此 当他借着圣灵叫人 为罪自责的时候 就叫人真是自知 无话可说 就是神定他的罪 要他下地狱 也是无话可说的 当神借着福音 叫人看见他在主耶稣的 十字架里所定的旨意之后 就叫人甘心乐意的 说我愿意得着神的救恩 在这里我们看见 人得救的初步 就是他的意志得救 因为罪人的相信与接受 不过是因罪人愿意取生命的水 因而得救 罪人的反对和抵挡 不过是因罪人不肯到主那里的生命 因而沉沦 人的得救与沉沦的征战 都是在人的意志里打的 人当初的堕落 是因人的意志 背叛神的旨意 因此 人现今的得救 不过就是人的意志 在归顺神而已 虽然当人得救之后 他的意志 还不是完全与神联合的 但是 他堕落的意志 因着他接受主耶稣的时候 那样的拒绝撒旦 自己和世界 就也高升起来 并且因着相信主的话 并得着神的灵的缘故 就也得着更新了 我们也知道 人重生之后 是得着新的灵 新的心 新的生命的 因此 意志就有了新的主人 就也受着主人的支配和管理 意志如果顺服 他就变成这新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反对 就变作这新生命的一个劲敌 这个更新的意志 是比人 魂 的任何部分 更紧要的 思想可以错误 感觉可以错误 但是意志绝对不可错误 什么错误了 都没有意志 错误的厉害 因为意志就是人的自我 也是调动全人的机关的 他一错误 神的旨意 立即不得成功 意志的降服 什么是救恩呢 救恩不是别的 就是神救人脱离自己 并救人进入神自己里面 救恩有断绝和联合两方面 所断绝的是自己 所联合的是神 所有的救法 如果没有以救人脱离自己 并使人与神联合为目的 都不是的确的救法 所有的救法 如果不会救人脱离自己 并使人与神联合 就不过是空严的 真实的属灵生命并不是别的 不过就是脱离那动物的 进入那神圣的 一切属乎受造者的都必须失去 受造者只可在造物者里面 享受造物者的一切 受造者必须化为乌有 真实的救恩才能显明 真实的伟大 并不在乎我们有多少 乃是在乎我们失去多少 真实的生命 唯独在丧失自己中可以看见 受造者的性情 生命 活动 如果不是完全除灭了 就神的生命没有显现的地方 我们的自己尝试神生命的仇敌 如果我们没有失去 为自己的存心和精力 我们的灵命就要大受亏损 自己是什么呢 这自然是一个最难答应的问题 我们虽然不能百分准确地 答应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说 自己就是己意 是差不多准确的了 人自己的结晶不过就是其意志 因为人的意志就是表明 其人实在是怎样 要什么 是肯如何 但是 除了神的恩典 在人里面所做的功夫之外 人自己所有的一切 无论他还是罪人也好 或者他已是圣徒也好 总是完全与神相反的 因为人为受造者那一种性情 无论如何总是属天然 总不是与神的生命相类的 所以 救恩不是别的 不过是拯救人 脱离他自己那一种属肉体 属天然 属受造 属动物 属自己的意志而已 我们应当注意这一点 除了神赐给我们新生命之外 意志的归向神 就是救恩最大的工作了 一句话是可以说的 神 所以给新生命 就是要叫我们的意志归向他 福音就是要带领我们 在意志上与神相和 不然 福音就没有成功其使命 神不是要救我们的情感 也不是要救我们的心思 乃是要救我们的意志 因为意志亦得救 其余的都包括在里面了 人可以在思想上 与神相和到某种程度 人也可以在许多的事上 与神有相同的情感 但是最紧要 最完全的联合 乃是在乎人的意志 和神的旨意的结合 这一种意志的联合 包括人与神 所有其他的联合 如果思想相和 情感相和 而意志并不相和 就这种的联合 必定是有缺陷的 我们全人 既是随我们的意志而转动的 就意志明示 我们全人最有势力的部分 就是高贵相灵 也不过是福在意志的管制之下 等一下我们就要看见 灵不足以代表全人 因为灵不过是人 与神交通的部分 提也不足以代表全人 因为它不过是人 与世界交通的部分 但是 意志是表明人真我的态度 意见 状况如何的 所以 是最有势力的 足以代表全人的 如果这个意志 没有与神联合 就其他的联合 不过是浅薄的 虚空的 如果这管制 全人的意志 是与神完全联合的 就全人自然是 完全俯复在神的手下 我们与神的联合 有二一是生命上的联合 一是意志上的联合 我们生命上的 与神联合 就是我们在重生的时候 接受神自己的生命 神如何借着圣灵活着 我们从今之后 也如何借着圣灵活着 这是生命的联合 意思就是我们与神 只有一个生命 这是在里面的 但是 发表一个生命的 就是意志 所以在外面 还有意志的联合 意志与神联合的意思 就是 与神只有一个意思 这两个的联合 是互相关系的 是不会独立的 但是 我们此时 只能专门说到 意志的联合 因为别的是 在我们范围之外的 新生命的联合 是自然的 因为新生命 就是神的生命 但是 意志的联合 有点困难 因为意志明 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从前 已经说过 神所要我们除灭的 乃是魂的生命 并非魂的功用 因此 当我们在生命上 与神联合之后 神乃是要更新 我们的魂 意志 情感 心思 使我们的魂 与我们的新生命一致 也与他的旨意一致 因为我们的意志 是最要紧的部分 所以 神在我们重生之后 就一天过一天 寻求我们的意志 与他的旨意联合 意志如果尚未与神 有完全的联合 就是说 救恩还未完全成功 因为人的自己 还是与神不加洽的 神不特要我们 得着他的生命 并且要我们自己 与他联合 意志是绝对属我们的 如果意志没有联合 就我们的自己 还未与神联合 我们如果谨慎读过圣经 我们就知道 在我们所有的罪里 有一个普通的原则 就是悖逆 亚当 是急着罪使我们沉沦 基督是急顺服 使我们得救 我们本来是悖逆之子 神要我们 做顺命的儿女 其实 悖逆不过就是 随从己意 顺服就是随从神指 神所有救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 舍弃自己的意志 而与他的旨意联合 现今的信徒 在此常有一个大错误 他们以为属灵的生命 不过就是感觉上的快乐 和心思里的知识而已 他们用功夫去追求 各种的感觉和圣经的知识 以为这些是最美好的了 同时 他们照着他们的感觉和思想 去做出许多美好 伟大 紧要的工作 以为这些必定是神所喜悦的了 岂知神所要求的 并非信徒觉得怎样 或者想出什么 他乃是要信徒的意志 与他联合 他喜悦信徒 全心要他所要的 愿意遵行他所说的一切 除了信徒无条件的降服神 愿意接受神所有的旨意之外 别的所谓的属灵生活 不管会叫信徒觉得 如何圣洁快乐 会叫信徒想出何种稀奇道理 都不过是属乎表面的 就是各种的异象 其梦 声音 预兆 火热 工作 活动 劳苦 也是属乎外面的 如果信徒没有在意志里定规 走进神的道路 就无论什么 都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如果与神有意志 事实上的联合 我们就要立刻停止一切从自己出来的行动 意思就是说 再没单独的行动 对于自己是灭绝了 对于神是活泼的 这并非说 我们照着自己的冲动 照着自己的方法 而为神活动 乃是说 因着受神的感动而厚动 脱离一切属己的活动 这样的联合 换一句话说 就是换一个中心 换一个起头 本来所有的作为 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所有的活动 都是以自己为起头 现在什么都是归于神 神并不问我们 自己所起手的事 是什么性质 神只问是谁起头 一切脱离不了自己的 无论其好到什么地步 神是不顾的 神地少 因为神的儿女 虽然已经得救了 但是 仍然没有完全顺服神的意思 所以 神就用许多法子 要带领信徒 到完全顺服神的地步 神用他的灵来感动信徒 用他的爱来激动信徒 要他们顺服他的旨意 不再在他之外 去贪爱什么 去追求什么 去行为什么 但是 最可惜的 就是这些 在信徒身上 并没有发生 他们所应当发生的效力 因此 神就不得不用他的手 来带领信徒 到他所要他们到的地方 这样的手 都是在境遇中间显明出来的 神用他的手 重重地 夹在信徒的身上 压伤他 打破他 捆住他 使他的意志在他的面前 不能再刚硬 当信徒还未与主有 深切联合的时候 神是不满意的 神救恩的目的 就是要得救的人 与他的旨意完全联合 因为神要带领我们到这一步 所以他就利用环境 使我们遭遇许多不如意的事 他使我们伤心 难受 痛苦 他叫许多实行的十字架 临到我们 他就是借着这些 使我们低手服从 我们的意志是非常之刚硬的 若非精神多方的攻击 是不会顺服神的 如果我们在神大能的手下 肯接受他的管教 就我们自己生命的意志 要多受一次的砍伐 要多一次被交于死地 如果我们还是一再抵挡神 就必定有更重大的苦难 要临到我们 好叫我们被征服 神要剥夺我们的一切 在信徒真得着重生之后 他们都有一个意思 要遵行神的旨意 有的是明显这样的应许 有的是在暗中有这样的心意 神现在要证明看 到底这样的应许或心意 到底是否实在的 所以他就叫信徒 经过他们所不喜欢的剥夺 他要叫他们失去物质 康健 名声 地位 用处 最终还要他们失去 是感觉上的快乐 火热 神的同在 神的同情 他要带领信徒 看见 除了神的旨意之外 什么都是可以失去的 他要他们知道 如果是神的旨意 就虽然他们在身体上苦 在感觉上苦 都是应当领受的 神既然喜欢苦待他们 要他们失去所有 连属灵的用处都没有了 要他们枯干 黑暗 冷淡 他们也是愿意的 神要信徒知道神救他们 不是要他们享受什么 乃是为着他的旨意 所以 不管是得着 是失去 是快乐 是干旱 是觉得神的同在 是觉得神的弃绝 信徒都当以神的旨意为面 如果神的旨意 是要弃绝我们 我们能否喜欢受弃绝呢 当罪人起出信主的时候 他的目的乃是为着天堂 这是可以的 但是 当他在神里面受了教训之后 他就知道 他是为着神的旨意来信神的 如果信神的结局乃是下地狱 他们也是信的 当信徒深深地受教训之后 他就不以他自己的得失为念 如果他下地狱会荣耀神 他也是甘心下的 这自然不过是一个例子 但是 信徒必须看见 他们信主活在世上 并不是为着自己 乃是为着神的旨意 他们最大的幸福 最大的权利 最大的荣耀 就是弃绝自己的败坏 凡俗 血气的意志 与神的旨意联合 而成功神的心愿 受造者的得失 荣辱 苦乐 是不足挂怀的 如果至高者能 以得着满足 就卑微者 无论要变到如何 都是可以的 这是信徒在神里面 失去自己的独一法子 二步的功夫 在意志与神联合之中 可说是有二步功夫的 一步是神征服了我们意志的活动 一步是神征服了我们意志的生命 许多的时候 我们的意志 不过是在某件特别的事上 受神的征服 在这些事上 我们以为自己是完全顺服神的了 然而 在里面还有一种秘密的倾向 一有机会 好像就要活动起来 神不只要我们的意志 在活动方面受了它的限制 并且要我们意志的倾向 也完全打破 粉碎 消灭 好像连性质都改变了一般 严格说来 一个顺服的意志 和一个和谐的意志 是不同的 顺服不过只在活动方面 和谐是在生命 性质 倾向方面 一个顺服的仆人 遵行他主人所有的命令 不过只有一个顺服的意志 一个善体亲心的儿子的意志 与他父亲的旨意 乃是和谐的 因为不只做他所应当做的 并且欢喜做 顺服的意志 不过是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但是 和谐的意志 是与神同心 以心的 完全与神和谐的意志 乃是把心也放在神旨意里面的 唯独与神和谐的人 才真能体会神的心肠 信徒如果没有达到他的意志 与神的旨意 完全和谐的地位 就他还没有经历到 属灵生命的最高点 顺服神固然是好 但是 当恩典将天然的性情 完全征服的时候 信徒就要与神完全和谐 真的 意志的联合 是信徒生命经历的最高点 许多的人以为 自己的意志 已经完全失去了 其实还差得远 在诸般的试探和试炼之中 他们要看见顺服的意志 并非和谐的意志 无抵抗的意志 并非无自己的意志 谁不要为着自己得着一点 为着自己留下什么 谁不要金银 尊贵 自由 快乐 便利 高大 和一点的什么呢 他以为说 他的心都不在乎这些了 但是 当你还有这些时 你并不知道 你受这些的捆绑 是何等的紧 乃是当你快要丧失这些时 你才知道 你对于这些是 何等的留恋不舍 一个顺服的意志 在许多的时候 很可以与神的旨意投合 但是在有的时候 却要觉得自己意志的生命里 是与神的旨意 挣扎得很厉害的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在做功 就很难以得胜 所以 一个顺服的意志 还不是完全的 意志虽然被打碎 再没有力量来抵挡神 然而 还未达到与神一致的地步 自然 我们承认 达到无能可以抵挡神的地位 已经是神的大恩了 照着普通而言 顺服的意志 已经是死的了 但是 严格说来 他里面还有一缕未断的生命 在他里面 还有一种隐藏的倾向 眷恋从前的道路 因此 在有的事情上 遵行神的旨意 好像是比在别的事情上 更快的 更高兴的 更用功的 虽然都是遵行神的旨意 但是究竟有私己 毫无之别 如果己的生命 真是完全交给死 就信徒要看见 在遵行神的旨意上 他都是有一样的态度 在遵行中的 持素苦乐 和用力与否 都是表明 我们的意志 还未与神和谐 意志这两种的情形 可用罗德的妻子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和先知巴兰来作例 罗德妻子 知出所多玛 以色列人知出埃及 巴兰之为 以色列人祝福 可说 都是遵行神的旨意了 他们都是 被神征服的人 并没有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了 但是 他们里面的倾向 与神是不一致的 所以 结局都失败了 在许多的时候 我们步履的方向 虽然不错 但是 我们的私心与神并不和谐 所以 陷到堕落的地位 登造的法子 神是永远不顺服我们的 除了我们顺服他之外 除了他的旨意之外 他并不喜欢别的 更美 更好 更大 更要的 并不足以代替神的旨意 神所遵行的 就是他自己的旨意 他若不遵行 自然难忘我们遵行 在神看来 一切最好的事 只要有人的自己 就都坏了 许多的事 若是因神圣灵的引导而做 就是美好 有益的 但是 如果是人自己来做的 就在神面前的价值 大为两样 所以 并不是人的倾向如何 事的性质如何 乃是神的旨意如何 这是第一点要记得的 现在我们要问说 人的意志如何会和神的旨意和谐呢 人怎样能脱去自己意志的中心 而以神的旨意为中心呢 所有的关系都在乎魂的生命 我们脱离魂生命的支配有多少 我们与神的联合就必有多少 因为除了魂生命之外 并没有别的拦阻我们与神的联合 魂生命失丧了多少 我们寻求神的旨意 要以神为中心的意志 就也有多少 因为新生命是天然倾向神的 不过被魂生命所压制而已 交魂生命与死地 就是登造的法子 人在神之外是沉沦的 是在神之外也是虚空的 一切在神之外的 都是出乎肉体自己的 所以凡在神之外 用自己力量做自己所思想的 都是受阻的 信徒必须否认 自己一切的力量和喜好 在他所有的事上 不顾念自己 不做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事 要在凡事上完全依靠神 照着神的法子 等候神的时候 按着神的条件 一步一步地进前 愿意从神接受自己的力量 智慧 善意和工作 承认神是他一切的根源 唯独这样 和谐才是可能的 这真是窄小的门路 但是并非艰难的 窄小 因为每一步都是以神的旨意为规则 这门路只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不为自己留下余地的 自然难免是窄小的 只要与神的旨意相差毫厘 便走出这门路了 然而并非艰难的 因为浑生命失丧时 习惯 嗜好 欲望 贪慕 就都次第打碎了 就没有什么与神相反的 就也不觉其难了 最可惜的 就是许多的信徒 还未进这门走这路 还有的呢 就是并没有忍耐 走到这路甘美的地方 便离开了 但是 无论其艰难的期间长短与否 唯有这路是生命的道路 总是定规的 这是神的门路 所以是真实的 稳当的 凡要得丰盛生命的 都不能不打这里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